字幕提供 人生拳雷達 那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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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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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揮出人生拳雷達 你現在是都在用棒球團 你是團長嗎 我棒球怎麼算團 我是誰啦 他的肉圓你是完長 沒有 棒球隊啦 棒球隊 你做隊長嗎 那是領隊 領隊 今天難得你做大拍的主持人 來做你們的模範 不然你都不知道要怎麼主持 很抱歉 不夠錢這樣 是啦 生我錢不錢 要做什麼對不對 誰在意 你那個人不是那裡好啊 那個會計什麼啦 什麼 是不是 碰過了嗎 我們這樣很好啊 這一集喔 等一下我想這一集你還來幹什麼 對啊 還是我幫我通告啊 有嗎 我幫你通告 對啊 那統帝不好學 就他在這裡 對啊 你如果來是要站在哪裡呢 你看 我想說跟碰個學習一下可以嗎 叫他叫他剪製好了 對啦 我給我見過面啊 哪有這麼老的事 什麼 起步不算碗啦 好不好 好啦好啦 今天難得我們這個恰恰圓 你來 你今天是來做什麼 我今天 今天有這個觀音佛祖 有這個 有這個 有來支持 有 觀音佛祖 為何你怎麼說觀音佛祖 今廟是這樣 以為是叫做觀音佛祖 只是說 鳳梁 你就要把觀音佛祖 有蝦子太高 我就找這個觀音佛祖 不然我們到底要擲筊 不可以說你說的真實 要什麼如果我們筊 三筊再三筊 結果真的印三筊喔 印三筊 你也不早跟我說 我也來擲筊 不得像我先擲筊 先印到我 我喔 其實我才在做那個 現在很多線路 像我們前面 董啊 你做董啊 什麼叫董 我才不快 他這樣很聰明 好啦… 今天到底是什麼人 來擲樓三筊 要來唱我們觀音佛祖的歌 就是你現在要介紹的主位 這位很重要 這位算是新郎 新郎需要大家支持自己鼓勵 你剛才還欠我們 為什麼新郎怎麼會比較高 人家 人家 人家十五個小孩 人家講好話 不能說男人 要說男人 因為他現在有觀音佛祖有清典 要來唱歌 所以現在不是要唱這首歌 歌不會唱我 不會連唱歌也不太好 你怎麼會唱歌的人不太好 慢慢的 生心要在家目標 在節目 三天三夜都不可以 他叫他拆拆 他媽都叫他拆拆 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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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不可以跳浪數 三天不夠 七天 只要七天 男人 只要七天 七天 讓你拆拆拆拆拆拆 你再說這個 要唱這首歌還在拆拆拆拆 前天他唱歌的時候 我一直認為你是外星人 我是外星人 你真的外星人喔 結果我不知道說 原來這個外星人 是嫁給我們這個紀立男老師 大音樂家 去年紀立男老師 我們一代的音樂家 他離開了我們的身邊 我剛才聽師母說 他其實罹患肝癌已經有幾年了 他2000年其實就已經得了 2000年 所以已經17年了 是 那你們三個人也因為是紀立男 紀老師 那紀立男老師到底是何許人物 因為我們是演藝圈人才知道 因為不是演藝圈人 因為他也不是目前的 那因為他也支持栽培了很多人 栽培的誰呢 鄧麗君 余天 丹魂蘭 楊小平 孢娜娜 上官培 吳秀珠 讓這些人有機會去這樣 紅遍東南亞 因為當時他在音樂界的影響力 也是五遠佛界的這樣 那尤其是我們上官培老師 後來成為他的妻子 問題來了 為什麼紀老師挑妳當太太 這麼多學生 妳是他學生嗎 我不是不是 我是很早的時候 我在念書的時候 我就有機會去客串唱歌 後來很早就有機會到新加坡 還不是海燕的時代 那麼我唱了歌以後 回到台灣的時候 我就對我的學業就終止了 然後我第一次認識紀老師 是在台北有一間金龍酒店 他那時候是樂隊領班 那個夜總會都是請外國秀 在後車站 華音街 我唱過 妳唱過 那個時候羅文還是羅文四部合唱團 還沒有自己出來當歌星 那麼都是日本秀 那時候他是樂隊領班 沒有 那個時候我非常討厭他 只是同事 所以這個人要講姻緣 妳非常討厭的人 最後就會變成妳的先生 這個真的很奇怪 那我請教妳 從討厭到不討厭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個中間又經過很多地方 那時候的歌廳 夜總會很蓬勃 一間一間開 那我們就一間一間的開幕去唱 後來的時候 因為同事 就是經常有機會這樣相處 慢慢了解他的為人 看久為人 就不會那麼討厭了 也是了解一些他的為人 覺得這個人的為人 也是很苦的一個人 所以今天會結這個緣 是因為彭佳佳是去主持他的追思會 那一場記者會 那你們本來認識嗎 我不認識 那為什麼會去主持 因為經由慧敏的介紹 慧敏是這個 官人佛祖來替他 曼拜說他常常叫彭佳佳去 所以我去之後 再出一個記者會員 再開那個音樂會 這樣有清楚嗎 暫時有清楚 但是我現在對你跟慧敏的關於 我又又沒清楚了 你們家已經有一個湯戶了 不然這個是吉魯伯嗎 不是這樣嗎 那為什麼要你這樣子 大力的來支持推薦他 為什麼 這麼大張 你還佩服嗎 不是 喂 因為我老實講 因為我知道 慧敏有出來唱一陣子的歌了 但是我更知道 他其實原來他不是職業的 原本你好像是一個 家具的設計師還是什麼 是家具的大部分 還有那個 大盤商 是 後來為什麼會變歌手 其實我一直都很喜歡唱歌 而且我不是在我們市民上在唱歌 我是公益歌手 我們做公益 他去老人去四處去唱歌 有的人說是 或許是正四人的 或是說這四人的這個緣分 要來完成 嘟嘟 你能找到篷恰恰 不知道有辦法 我們就有來想我們的節目 大家這樣說起來 不然有緣 對 你去擲一筆 還有擲三筆 我堅持要擲筆 一定要擲筆 要擲筆 有火花 什麼火花 原來不做菜場 拜託罵 我紅海禮 還有 我跟你說 彭恰恰是讓我非常 其實公求還公求 很尊敬的 為什麼 以前 有散 有黑 有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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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來在做郵差 剛剛進來這個演藝圈的時候 他比我還厚進來 我已經很窮 我要帶一個白曉燕 毆毆逮捕 我們這樣 孤兒寡母 我們已經很可能 很散 我剛才有一個比我散 因為回去的 我不知道怎麼散 我說在台中聯媒歌廳 我說彭恰恰 你等一下要去哪裡 他說要去哪裡 那你順路帶我好不好 坐在那裡真的 真的叫做 上了賊車 賊車 宜觀的 真的有上那個 高物店 或是說人家 偷帶的車 我坐在那上面好可怕 我向我坐下 我的膝蓋就叫做彈簧 炸 畢生氣 他那個 他那個碰意 裡面的彈簧 裡面的彈簧還跑出來 而且我這樣往下看 唉唷 嚇死人 那車怎麼走 我都有看到路在走 沒有地板 那地板 我很怕我如果 我又穿關大 我很怕我如果太大了 等一下又落一塊 你知道嗎 然後他最恐怖的就是煩惱 我說 那個彈簧 這個安全帶也是壞掉 你等一下坐在那裡 你車門要給我 我說車門有什麼要給我 他說因為租金也壞掉 他說因為租金也壞掉 你要想嗎 我自己很散 到那裡的時候 我經歷跟他說 我也想想過 他說 鵬車車 跟你雖然不熟 但我很想借你錢 我說 你為了安全 你再去買一台 再買一台也是中古車 再新一點點的就好了 安全一點 我真的有跟你說這幾個 有了 我知道 那是在洗衣服 沒有得到的中古 在那車裡我就 很恐怖 被淋在肚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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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直接土壇 而且全世界沒有人知道 前面有人土壇 那裡原來是當郵差 大家都知道 那為什麼會有機會到演藝圈來 因為我記得 有一陣子你還在嘉義 嘉義的一個西餐廳 在地下室那邊 還在那邊駐唱 你是先做 你是先駐唱 還是先當郵差 先唱 先郵差 同時 所以我為什麼說我尊敬 你知道 當時不是 南珠 北章 中行風嗎 大家都紅成這樣 但是當年在這些人很紅的時候 你還在塞一台 打車 黑皮鋼 那很快的 他就串起來了這樣子 也沒有很 我是覺得 因為前半段的主持人都在先下班 那前面就走了 可是我是不下班的 就是在旁邊偷看這些大哥們 怎麼做起 全部吸收 所以國公人 要做筆記嗎 不用 因為早期還沒有手機 現在有手機的話直接錄影 對 做筆記的是小亮哥 不要說我 對 當好多人都做筆記啊 什麼學啊這樣子 就是年輕人應該當 我們人要當海綿 先模仿 再改編 再創造 所以到後來你就會越來越 毛色鈍開這樣 是 鳳恰恰難得來到我們節目 多唱幾首好歌 來欣賞這首歌 筆大 有時候搞笑歸搞笑 你寫起真的有意義的歌 也是真的 給我的心肝 尤其妳剛才弄一弄 會接著 她的心肝 忽然糾緊喔 其實難得啦 因為老朋友可以在一起 那歌唱得好 這麼好的上官品老師 為我們再唱一首 其實她那個時候 幫吳秀珠寫了一首 《一雷明月照花香》 她就想說我用歌仔戲 平句 用一種黃昧調這樣子的一些 把它綜合起來 這首歌有這樣嗎 有歌仔戲平句 她當初的構思她跟我講過 她是想用這種東西 唱起來 然後給吳秀珠 來唱一個不一樣的東西 一輪明月照花香 真的用歌仔戲 再歌仔戲 要這樣唱 一輪的冰月 秋花香 花香 花香 花香來風 花香 花香 那如果真是的 一輪明月照花香 你下去 滾 滾 不太出來 不太出來 不過 剛才老師這麼一說 我們才知道 這真的 裡面有京戲 有歌仔戲 有各種戲劇的影子 後面沒有 冬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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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要關閉臉書 你為什麼要關閉臉書 為什麼 臉書是我的我要關不行 不行 不行啊 你雖然是你的但你是公眾人物 對啊你是大家的 你的一舉一動要經過大家的檢驗 對啊 不如說我就說過了 有時候我們藝人 是 如果是人情 如果是人情情 的時候 跟人家肯定在紙膀裡面 想 想到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像剛才那樣就問說 你怎麼放一張 那個關公的相片 那些人在座天在看 就是我們的心情 有些不開心的事情 跑去之後 我覺得這樣不好 會影響到我們的粉絲團 大家就問說 你怎麼你怎麼你怎麼 一直關心 難免我們都有心情 不要在紙 所以偶爾你也會 因為你是創作 是 創作太多東西 但是你不要寫就好 沒有 臉書開就好 這樣喔 你最近紀念有做很多好事 因為你不但是導演 主持人 創作人 你現在還當國小的音樂教材 你有一首歌叫 碰車車的大便康還是便康大 便康大 那不是我寫的 不是你寫的 沒有誰寫的 那是中華一個老師 叫施浮貞 施老師寫的歌 他寫的為什麼 是你去唱嗎 或是怎麼樣 沒有 他寫那個小孩 他寫的國小 這首歌我列入國小音樂課本來 真的喔 這樣… 你唱一下 沒有… 這老師很客氣 他寫到他打電話給我 沒問題 要經過你的動語 要不然你說 你人生攻擊 你管我便康大 他說抱歉 沒有經過你的 他說老師 你不這樣說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一個人 還沒翁身就有歌 喂 但是人家這首歌 是想像個歌唱 這樣喔 怎麼唱 唱一下 我示範 我來 幫我先 sponsoredание 喊 喊 好聽的 喊 喊 好聽耶 好聽耶 好有趣喔 但實際上就再一次了 為什麼 因為小時候用腳青頭黑皮頭 腳青頭黑皮頭 而且現在是你一個人唱耶 如果等全場 那個就是所有的同學們一起唱 像他其實好學的 來 再來一個 我們一起唱… 那就不一樣了 風車車 風車車 風車車的皮膚大 風車車 風車車 風車車的皮膚大 因為小時候 用腳青頭黑皮膚 黑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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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濃濃 現在驚死了 好聽耶 我們用這首我們去英國 來看 我們有個音樂會 那個慧敏 什麼叫關門地址 開門地址跟關門地址 有什麼不一樣 關門就沒被收了 只有這個而已 然後他要收這個關門地址 有沒有經過師母你的同意 慧敏就是因為最後的時候 因為 季老師在病中了 這幾年 就是因為關心菩薩的 這樣子的一個聖歌姻緣 後來他出了一張專輯 那個專輯 全部都是季老師的歌 然後都是蔡國安董事長的詞 那麼他就認為說 慧敏是一個素人 人家都說 歌唱界也有素人 就是沒有經過這個娛樂圈 去染缸的人 對對對 所以他並且他是自己 愛唱歌的天然的嗓音 所以他就收了她說來教她 所以也難得慧敏 我覺得因為你信奉佛祖信久了 所以你身邊的貴人就很多 來 所以林慧敏的歌 能夠加入老師的理念 然後能夠唱什麼不一樣的歌給我們 我跟我那邊搖耳朵 才說 原來這首歌我想你怎麼會選 這也是紀力男老師選的 而且這首歌可以說是救了余天 你知道嗎 因為當年我們當年在秀場的限制很多 因為他說了比較黃色的話 就被判歌肩 被歌肩判了半年 因為歌不是那個歌 是唱歌的歌 歌肩 好 然後就半年不能唱歌 然後這個半年之後 一個人要活要死就在這個時候 很重要的關鍵時刻 當然啊 紀力男老師幫他寫的這首又是黃昏 又是黃昏 真的 真的 真的是 最巔峰的時候 所以我們每個人真的 在這個人生的路上 演藝路上 真的需要非常多的貴人 像碰狗 你在這個路上 你的貴人是誰 像碰狗 你在這個路上 你的貴人是誰 我多了 大約 謝雷在住他們家 他們沒有住在住 這樣喔 是 魏子雲 在那邊演歌中 是喔 然後石英大哥 在演台語局 方俊大哥 到我舞台中的記者 王偉忠 從戲劇轉綜藝 小燕姐 第一個說平康就是她 小燕姐怎麼會去發現你的平康呢 我都不覺得自己大 看了這麼久都不覺得 是喔 她在節目當中 也沒有經過就忽然間講出來 忽然間講出來 你看喔 到底大不大 來 你們兩個站起來 因為一般人的平康 是不一定看得到 她的剛好看得到 這樣 我以為 這邊比較大 妳有時候開車要洗一洗嗎 這樣 那恰恰已經入行40年了 也有啦 30 30 妳30而已喔 我都42年了 我19才出道耶 這樣喔 比較晚出道 對啊 33年了 我19才出道 真的 難怪我多你10年喔 然後你 剛才有你的這個貴人 但相信也有欺負你的人啊 那我們就不講人是誰 能不能講講事件 你有什麼比較心酸的事 妳是說海浦龍喔 海浦龍 喔 對喔 我跟你講喔 我的臉書 他也常常在幫我按讚 我都很想跟他講說 你幹嘛當時要做那件事 不不不不 現在回頭望過去 其實當下的什麼什麼 無關不知道怎麼看 是 其實真相在自己 自己都了解 是 那我後來就說 我只要相信 我們在那個 我們沒有欺負人 是 過去 剛才的事情 總是人生當中 這一輩子應該遇到的奇數 你剛好就唱一首歌 你有一個聲風 你有手是你自己寫的嗎 這是臭亂的故事 是你寫的 對 我自己寫的 這樣 是你的臭亂跟廣告 還是白郎 白郎啊 蛤 廣告不是你臭亂的喔 那是什麼 表情我不能有臭亂喔 我知道 一般來講 臭亂都不成功的 比較多 當然嫁白郎嫁 我們同班同學耶 我是很少的耶 那些同學怎麼比你還厭 厭厭多 這樣 難得我們來這邊 要講的是我們紀力能老師 他的作品其實很多 第一首創作是 後悔愛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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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一次 楊小平 為什麼很多好歌 再久我們都會記得耶 還有呢 還有什麼歌 還有就剛才像那個 黃色的玫瑰啊 黃色的玫瑰也是他喔 對 剛才那首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還有像李佩欽有個月下年輕人 有 對 她的歌其實很多 還有包娜娜有一些月光向秦王啊 什麼 什麼消消夜雨啊 那還有王子雷的天長地久 太棒了 所以今天根本就是 沒有在現場的 紀念男老師特輯這樣 不連續續的主題曲 就叫天長地久 天長地久 所以也是她寫的 對… 好 我們就用這首歌來懷念老師 在懷念她之前呢 我要告訴大家 老師有作品 非常棒 老師有作品 老師的作品呢 叫做 這是閩南語的吧 對 這什麼 閩南語是由林慧銘唱的 是… 然後這裡面有什麼 這位就是紀念男老師 這是她的相片 這個紀念男生命的交響樂章 口述是紀念男 對 那這裡面 有太多好珍貴的照片 是 好多很珍貴的照片 對 所有的歌曲都在裡面 然後這個歌就是老師寫的 是 老師的作品 然後今天呢 真的送你 但是這個只有三分而已 這三分到底要送什麼人呢 你要明確表示 我想要 紀念男老師的 你要把這個 這四個字寫出來 倒載忘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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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確表示你想要 那我們就在這些想要的人裡面 我們就抽出三位 才三位 五分還是五分 真的嗎 所以加到五分 真的嗎 一兩分 另外兩分 蓬姐姐花錢 五分再五分 這樣五分 謝謝 真的假的 看我們的那個粉絲團嗎 有啊 你的粉絲團 五分 冰冰秀的粉絲團有30分 你們20分給我 白冰冰臉書的粉絲團 好喔 那邊都是非常支持我們的 好不好 臉書關了 對啊 再開了 真的 好 捧槍槍提供50分 大家趕快說你們要 我要我要我要 選我選我 就趕快喔 我們就來抽籤 抽到的就是要送給您